什么 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 竟然当着物理老师的面说都会 瑞神你牛逼 祝你好运 你觉得太简单是吧 那我随便出几道题考考你如何 你若都能做出来 那别说作业不交没事 就连你上课睡觉 我都不再管你 好好好 赶紧出题吧 物理老师真是被我气到了 在黑板上快速写了起来 来 你不是自信什么题都会做吗 那就看看这道题 看到题之后 全班都懵了 一只熊不小心掉进洞里 动身4.916米 耗时一秒 请问熊是什么颜色 这是什么变态题目 根本是牛头不对马 嘴好吧 动身耗时与熊的颜色有关系吗 怎么 没思绪吗 这样我给你降低一点难度 你从黑 白 灰 宗四个答案里选吧 听到选项中人还是一脸懵圈 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关联 以上答案我都不选 熊是无色 这文睿怕是猴子请来的逗笔吧 老师都说了让他从黑 白 灰 棕色种颜色里面选 他却说熊无色 文睿你就不要在这华众取宠了 不会做就不会做 还说什么熊无色 根本没有这个答案不说 世上也没有无色的熊好吧 够了都别说了 文睿的答案是正确的 老师这世上哪有无色的熊 您可万万不能心思手软饶过文睿啊 呵 真是无知啊 若真有我直接把这桌子给生吃了 既然你要吃 那我也没办法 毕竟那北极熊不就是无色吗 怎么可能 北极熊明明是白 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 说你无知 还真是无知 北极熊的白色 不过是在阳光折射下 造成的一种视觉效果罢了 其毛发空心透明 根本没有颜色 你连这都不知道 还自称学霸 就算北极熊的毛是无色的 那你怎么知道 这头熊就是北极熊 老师出的这道题 其实考的是重力加速度和纬度的关系 动身4.916米 耗时一秒 可以算出来重力加速度是9.832 而在重力加速度是9.832的地方 只有北极熊 所以北极熊的毛是无色 此话一出 全班安静 好 不错 你的思路很正确 这道题确实不难 只要转换一下思维 很容易解出来 你若真有本事 就把这第二道题也解出来看看 物理老师快速在黑板上写出这道题 乍一看 貌似还蛮简单 但底下很多铜鞋的眉头都紧锁起来 答案是B 答案是对的 什么 题目我都还没看完啊 说说你的思路 很简单 三车位移相同 平均速度已最快 自然以车耗时最少 继续啊 说完了 那你 就这么简单 没了 就这么简单 真没了 来继续看下一题 随后物理老师接连出了好几道题 然而依旧是被我秒答 此时老师气得满脸通红 老师 你还要出题吗 不出了 那我作业不教没事吧 没事 以后都不用教了 那我上课睡觉呢 你尽管睡 牛逼 学神 绝对的学神啊 不明则已 一名便是惊天动地 好了继续上课吧 我突然想起来 上午的数学考试考了90分 精准地完成了空分任务 系统奖励了100积分 系统快出来 丁 超级无敌学魔控分系统 快点抽奖 丁 抽奖开始 恭喜宿主获得 我嘴角下意识扬起 一丝好看的笑容 不知道是能抽到飞机跑车 还是大把的票子 恭喜宿主获得谢谢惠顾 啥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